食物有了 再做个熔炉 烤烤肉就可以了 诶 熔炉呢 盐子都不能买吗 做的花还缺一个土块 我尝试挖一挂 在土块被挖掉的一瞬间 就会掉入虚空世界 我需要在虚空里的掉落速度 比土块还快 才有可能捡到它 计划已经有了 开始吧 再来 再来 终于成功了 熔炉也搞定了 现在钱已经都不缺了 可以开始研究研究挖矿的事了 我的想法 是挖一个阶梯式的矿洞 每层 放一个木板 然后一点一点往下挖 钻石什么的 可能不太好啊 但是铁矿没矿 肯定是能挖到的 开干 很可以哦 目前为止来看 除了速度慢一点之外 其他都是挺好的 还是安全最重要 就不能不打脸嘛 我这刚刚吹完牛 就掉下来了 哎 这位当时没死 那就 捡点宝贝吧 每次钓到虚空没死的时候 都是五滴血五滴血的钓 这个吊血量 像是被卡在方块里的样子 让我试着挖一挖 我感觉要是从地下往上挖的话 找钻石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哦 这里是鸡岩层 原来鸡岩不算生存方块 也可以踩 但这四面八方都是鸡岩呢 我这是钓鸡岩笼子里去了 我卡个视角 看看附近有没有钻石 什么都没有啊 看来这道路也不同啊 看来我还是得用我的笨方法 一点一点挖吧 有没有钻石就看命了 小伴们 你们有什么办法呀 让我挖到钻石啊 表论区里来哦 得好 לכ 丝尾 小伙伟 ..... 同样